厨房可以说是我们家最重要的设计项目 很多人低估了它的重要性 大家会把心思放在选择电器、选择物料 但我认为实用性和功能性同样重要 甚至比选择电器、选择物料更加重要 这是需要处理食物 我们会煮食 甚至牵涉到储物 杯杯碟碟、沙煲冷餐 还有各种大型电器、雪柜、烤炉、洗衣机 便宜一些,甚至会有人有干碗机 如何去处理我们的活动 其实是一种很大的学问 当我们去订造厨柜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把Cannotop下面的矮柜 做柜门,而不是柜桶 没错的,我们需要一些大型的位置 去收入一些大型的物件 例如我们的汤煲、气炸窝、烤面包、拌面包、拌面包机 我不知道 不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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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但是我会觉得柜桶才是你们最主要考虑的重点 因为柜桶比起普通的柜门 可以更加容易令你拿到一些物件 你打开柜桶的时候 你拉开柜桶 完全看到里面收纳了些什么 不像普通柜门 你打开了之后 要逐件逐件逐件拿开前面的东西 拿开前面的东西 好像精炭伸手去后面 摸一下后面有些什么 除非升官下面 你做不到柜桶 你需要做柜门 这个就会比较好的做法 我们会有不同深度的柜桶 给不同的物件 这些大型的汤煲、煎柜 收纳量大 还可以随手拿到柜桶里面的东西 相比起那些很深的柜桶 后面就变成放过期食物的位置了 其实很多时候,我也不知道柜桶后面放了什么 我已经听过很多无数的朋友 有说普通柜门比柜桶相对比较便宜 但这也是大家后悔的原因 又或者最近的新楼的交楼标准 最多都是做两三个柜桶给你 其他一轮个都是柜门 最后你就要买很多不同类型的收纳价 放在下面的柜柜 令到下面的柜柜更容易收纳 以及可以存取物件 如果你有机会装修或翻新你的厨房 很值得投资一些钱去做多几个柜桶 另外我想说这两三年很流行的隐藏式柜桶 英文叫做concealed drawers 就是你打开柜门才可以打开柜桶 拉柜桶出来 没错,它的美感上的确是比较漂亮的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最低的厨房 柜门款的线条的确比较少 感觉上就更加统一 不同的柜桶款 它有打横的线 可能有手冲的话 柜门款的确比较简约 但对于我来说 这件事真的很不实用 你想想,你拿东西的时候 你要打开柜门 拉柜桶出来 找你要找的东西 找完之后 你要关掉柜桶 然后再关掉柜门 用很多的力气才可以处理到这件事 我煮饭通常都手忙脚 好像打仗一样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我煮饭 可以有一条鸡丝在额头上 煮饭的时候分秒必争 当我要处理那么多东西的时候 我真的要所有东西都得心应手 如果我留了一样东西的时候 我又要打开柜门 拉开柜桶 找一些东西 然后再关掉柜桶 再关掉柜桶 我想我应该宁愿 离不在柜桶里拿东西 还有最重要的是 你要完全打开柜门 才可以拉柜桶出来 不然它们会撞 一不就关掉柜桶 一不就关掉柜桶 心痛死人 所以我最惑时代 最破天方 最有创意的设计 最后就是用最普通的柜桶 我们去买厨房电器的时候 通常有两种选择 In the grade 陷入式 或者Stand alone 陷入式通常都没什么问题 因为它是度身订租 它会有一个简约时尚的外形 在外面看 通常会有一个柜门 去盖着雪柜 或者built in 的焗炉 微波炉 蒸焗炉 好处就是 当然看起来令人赏心悦目 它完全融入了在你的厨柜里面 如果在外面看 可能你要告诉别人 才知道隐藏式雪柜 收到哪里 陷入式的厨房电器 在家用相当受欢迎 相对在商业上 它就比较难装陷 因为牵涉了不同的组件 即是说它相对上 比较容易有损耗 当这些家电坏了的时候 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你要找一模一样的尺寸 的陷入式家电去更换 即是说你的选择会比较少 因为市面上一模一样的尺寸 一定没有stand alone 的家电 那么多选择 都是那句 我不是一个很厉害的吃的人 如果你要帮我选 其实我都会选陷入式的家电 因为我是会追求外形多个功能 但stand alone 的厨房电器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们不一定要追求陷入式 因为它比较容易安装 你要换电器的时候 基本上你就会把它放进去 如果你换冰箱 就把它放进厨房 插电锅就可以立即用了 我们最常犯的错误 就是订好厨房才选择电器 又或者换电器的时候 我们没有考虑过 我们原本的硬件尺寸 你可能选择了一个你很喜欢的款式 尤其是你需要的功能的冰箱 但是它比你的厨房深深 一两寸 你就会觉得多过一两寸 多一点就多一点 没什么所谓 结果你就选择了一个你很喜欢的冰箱 但是它放在你的厨房里面 很丑样 而且有一件很大型的电器 放在你的厨房里面 占据了很大的空间 我自己如果要做厨柜的时候 我就会量到我所有厨房里面的电器 安排了他们的位置 然后才订我的厨柜 因为你也不想你的厨房电器 不适合位置很丑样 而且凸出来或者不适合的厨房电器 放在厨柜里面 是会影响你煮食的workflow 厨房里面我们一定顾存实用性 如果你的电器过大 其实就算它多美都好 都会影响它的实用性 凸出来的冰箱可能会撞到它 被它卡住 开关冰箱的时候 没有那么顺畅 另外我们还要考虑 电器的电制位置 如果电制在电器的背面 它会不会凸出来 占据了一定的空间 令到冰箱不能远远 或者很多人把洗衣机 放在你的countertop下 它在背面的电键 或者来去水的水喉 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因素 如果你选择 standardone的厨房电器的话 最好追回countertop厨柜边的厚度 在旁边看过去 感觉会工整一些 我们就可以假装嵌入式家电的感觉 当我说灯光不足的时候 我不是说厨房的光亮度有多少光线 我想大家都不会想自己的厨房太过暗淡 但如果你的厨房不够光 你想要补光的时候 但你又不想再装修加支灯在天花上 你可以试试考虑一下充电灯 这个是最容易的方法 我想说的就是灯光的种类 灯光的摆位很重要 很多人犯的错误 就是将光源放在行人通道上 没问题的 直到你要在厨房里切东西 洗东西 你就会发现 你的身影是完全遮挡了光线的 第一次装修的人通常会犯这个错误 所以尽量避免自己的身影 完全遮光光线的话 我们的光源最好是放在工作台上 虽然灯放在行人通道的中线会漂亮一点 因为感觉公正一些 美感上会好一些 如果你是美感 over functional 即是要漂亮不要命的话 你可以试试在厨房的墙壁上加一些闭灯 加一些曝光 它有功能之余 还可以在美感上令到你的厨房更加有层次 又或者不要忘记了 所以你的厨房吊柜 其实下面可以安装一些task light 可以照你的工作台面 外面坊间其实有些充电灯款式 你充满了电就这样粘上去 用motion sensor 去决定它开关 我自己也是觉得一个蛮好的曝光方法 当我们设计厨房的时候 最重要就是选择物料 如果我选择物料的时候 我会考虑四大因素 价格 耐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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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观性 Aesthetic 可持续性 耐用性 即是我们能保持厨房多久 可以保持清洁 基本上外面坊间的厨房物料 都会跌到这几个category里面 今次我会讲四种最常见用到在厨房的物料 木材 金属 石材 饰面板 先讲讲金属 这是商业厨房里面最常用到的物料 餐厅厨房里面分秒必争 有很high traffic 在商业厨房里面 我们最主要考虑的因素是效率 而不是美观性 所以这个原因 在家用我们比较会少见用不瘦钢主题做的厨房 金属做的厨房 它在价格 耐用性和可持续性都拿满份 但欠缺美感 反过来用木造的厨房的美观性是比较好 但价格是相对贵 而且是没有那么耐用的 所以你会见到一些木造的厨房 只会出现在一些比较有钱比较luxury的大屋里面 一些比较high end的setting里面 可能他们会有很多工人帮你处理厨房 帮你打理厨房 甚至不是经常下厨 木材通常都会配合一些石材来用 石材是一种比较贵的物料 非常耐用 但在打理上要花多点心思 因为很容易会有积极 去到最后 就是大众最容易接受 最受欢迎的色面板 它价格非常相异 这款通常都不是那么丑样 只要你懂得选择 而且非常耐用和容易打理 选择这些物料的时候 通常我们都有不同的选项 每个人对美感都有不同 美学是一种很subjective的感觉 有些人很喜欢石材 但有些人会觉得 石材很烦 很冷冰冰 很麻烦 很嫌弃的石材 所以当我选择厨房物料的时候 我最主要会考虑它的内用性 以及它有多容易打理 而这件事不是每个人都会想得到 例如很多人都会选择白色的厨房 香港电视上看到很多示范单位 都会用白色厨房 每次我看到这些白色的厨房 我都会想 嗯 你真的很喜欢做家务 白色的厨房的确实感觉上 看上去是会光满一些 感觉空间会大一些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 白色的厨房有多容易骯髒 煮完食物的污漬 或者油烟漬 其实是很明显的 你问一个有潔癖的人 我就不想每一次煮完饭都要大洗厨房 所以选择一些没那么容易显示到污漬的物料 或者颜色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 另一个要留意的就是 如果你的厨房吊柜 你是选择一些没有把手的系统的话 即是说你每次开山柜的时候 你都要按下去 你用手碰到柜门的话 你的柜门物料 你就要选择一些 没那么容易黏手指毛的物料 一些很高光 很glossy 很抛光的物料 钢琴漆那些 它绝对是黏手指毛的表表者 雅光有些texture的厨柜 就会比较好一点 你碰到的时候 它都不会立即有手指毛 除非你的手 整个手都是油腻腻的 闻理越高的厨柜 相对显示手指毛 会有更好的表现 要知道 当我们选择厨房物料的时候 我们都会说服自己 我是一个很整齐很干净的人 或者有一个新厨房 我一定会保持整件 我一定会很干净的 但是我们是普通人 我们仅有些日子是不想做家务 而洗厨房是我最不想做一件事 所以当我们选择物料 选择颜色色Pilot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自己的难耐 今天最后一个要说的是我朋友提供的 就是足够的电数数目 记得加多数个电数 如果你觉得现在数目足够的话 双倍了它 电制插手未必是一个很漂亮的装置 但是也比将来要拉拖板 我们总有几个电器在我们的标准上 而它们全部都需要拿电 电饭煲、咖啡壶、电热水壶、多士炉 这些全部都需要用到电 厨房是一个很繁忙的地方 当我们要煮食的时候 而你的桌面只有一个出线的位置 就不太好用了 所以厨房里面的电制位 我会说越多越好 虽然电制不是一样很漂亮的东西 大家在装修厨房之前 很多时候没有考虑到自己实际上 需要多少种电器 这样是很令人苦恼的 你在厨房煮东西的时候 可能你的电数位已经被电饭煲关住了 如果你想用第二个电器 是不可能的 因为已经不够电制 最终你只可以把电器搬出厅 或者你可能会想到 交拖板或者分产就解决了问题 但是其实有一定的危险性 因为你可能会用电过量 而且拖板的线在一个又热又湿的地方 我自己就觉得不太适合了 如果大家有机会再装修厨房 你一定要认真考虑 究竟多少个电数数目才适合你 不妨加多几个 如果插素的外形是你考虑的因素 外面坊间其实是有一些漂亮的款式 去配合不同的设计 贵就贵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些厨房里面的插素 是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物件 因为大部分时间你在家煮饭 你都会用到插素 会拿电的 我觉得很值得去投资 如果厨房够大 譬如你口中倒的话 不妨试试考虑中倒上加多几个插素 你就可以把部份的电器搬到中倒上 你工作台面可以腾出更多的空间 分散了不同的物件在你的厨房上 那就没那么凌乱了 厨房的吊柜下面都可以做一些隐藏式的插素 将它做一些陷入式的电源 其实都可以很美观 以上都是我觉得在厨房 大家值得留意的地方 其实我做了两条影片 是关于睡房和厕所要注意的事项 有兴趣的话欢迎重温 家里面我想我只剩下 客厅未遇到的 有兴趣听的话 留言加入告诉我 那这条影片就到这里 下条影片见 拜拜 拜拜